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家文化圈也叫汉字文化圈 只曾用汉字书写历史 并在文字上受汉字影响的国家民族 主要包括越南 朝鲜 日本 泰国 蒙古和琉球 在古代这些国家都认同中华文化 采用中国汉字 并向中英王朝纳贡 越南曾模仿北京的故宫 并请来了故宫的工程师 帮忙修建了越南的国家文化圈 越南版的紫禁城 顺化皇宫 在这座宫殿里 你会发现很多牌匾都是汉字 甚至有些名字跟中原王朝是相同的 而且越南还把汉字作为官方文字 使用了上千年 当时越南的圣旨全都是汉字书写 当然了 越南的史书也是汉字书写的 当时越南的普通人可能说的是本地方言 但是那些门法贵族肯定使用汉文 因为这是身份的 象征 但为什么越南忽然就不再使用汉字呢 那就要从中国近代说起 由于满清的闭关索国和骄傲自打 让中国逐渐落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 中国的向心力减弱 朝共体系下的各属国对汉字的文化地位开始怀疑 在19世纪的时候 由于越南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在法国人的推广下 拉丁字母化的越南语逐步普及开来 越南正式废除汉字是在1919年 因为这一年 越南废除了科举制 科举制一废除 就不考文言文 学习汉字就没必要了 越南人认为使用汉字和汉语 很大程度是附属中国文化 缺乏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独立性 从政治考虑为了宣誓自己是完全独立主权国家 于是文字传承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胡志明之所以能打败所有的敌人 实行南北统一 这与中国的无私原路分不开的 在越南独立建国后 胡志明就迫不及 带着下令废除汉字 推行以罗马拉丁字母 未基础的越南文字 国语字 并在之后的宪法中规定 只有会读写国语字的公民才有被选举权 于是汉字彻底与这块土地断绝了关系 但是越南之前的史书和民间认为传承的族谱 全部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胡志明这一做法 导致现在很多越南人都不认识汉字 如今越南七十岁以下的百姓几乎看不懂汉字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修家谱的时候 根本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 他们经常非找中国朋友帮忙解释 家谱其实还不算什么 越南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书籍 典藏 历史记录等等 均是用汉字记录 现在越南人拿到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研究越南的历史 可以说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 就人为的割立为两段 越南上千年的历史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古代的文学作品也是用汉字书写的 废除汉字不利于洪洋民 族文化和传统文化 因此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呼吁恢复汉字 他们也开始重视汉语的推广和教学 汉语已经成为越南第二大语言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越南将步入拼音 文与汉字并行的时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李美子咨询一语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